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我看到网友说要多些咖喱不要鸡 朋友可能看到刚刚那个广告 我突然很想吃咖喱鸡饭 但是已经吃不了了 因为我吃咖喱鸡饭 我要吃一间已经收拾了的 南店 以前大埔混头堂村 有一间非常难吃的茶餐厅 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真的很难吃 没有东西好吃的 茶餐厅做得良好 不容易的 唯独咖喱鸡饭很好吃 我经常就特意开车去吃咖喱鸡饭 在这里住的时候就不用了 但是他也收拾了 那时候他也没有说是藍藍店 可能在2019年已经收拾了 但是他经常都黏着 金津津 他经常都黏着 跟刘光华 另外 有没有黎碧嬌 有黎碧嬌 有黎碧嬌 另外有黎碧嬌 陈大坎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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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区议员来的 是黎尔拗了黎碧嬌 即是那些握手相 不是三个字 黎碧嬌 我早前回到大部 看到他跟我打招呼 但是我说过 我不知道他认得我 還是 你知道他那些街坊 但是他可能在網台 也认得我 他也被我吵过 以前 1213年 他也吵得下 吵他就吵他 吵他就吵他 吵他 吵他 他真的有样子看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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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衰無過 都面目可 那些人 不能谈 你真的要吵他 好了 現在 咖喱雞飯 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很害怕 吃咖喱雞飯 因為我很害怕 第一 咖喱不是香港的港式咖喱 第二 有些人 容易做 有些茶餐廳 又買切雞 咖喱雞飯 砍切雞 然後拌咖喱汁 咖喱雞飯 咖喱雞飯 一定要一起煲 一定要用雪藏雞 這樣才會過癮癮 不知道怎麼帶 真的很奇妙 很想吃 近期 我一會 大家想起 當日 我老友 大隻Dude 介紹過青山島 我去過一次 我去第二次 我先去一會 先去一會 因為它 一塊一碟白灼蝦 一碟一碟白灼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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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中蝦 也有中蝦 也比深圳 也有十一二隻 如果我不是會員 過了一宗 就收證價48元 那我的啤梨 也能吃得起 也能吃得起 不過你有一碟 當然想吃一碟 那些 牛扒 雙彈飯 都好像五六十元 很便宜 喝了一杯紅豆沙 是70元 如果吃了一碟 白灼蝦 就是七八碟 那次進去 有一把司機 的士 DC9 坐在裡面 原來他們是我的粉絲 但是我也是這樣說 各位網友 不要說DC9沒有一個無辜 一定有好的的士 也有很多的士衰客 我告訴你 有很多的士衰客 好了 這件事 我本來想播放影片 但是不要差那些時間 這件事 也是其中一個 很典型的中國武術家 在近年的表演 但是這班中國武術家 包括最出名的 馬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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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厚打牛 他不要說打厚打牛 他出來 他表演他的套拳 他真的是這樣 前一陣子有一個說 可以打贏太神 現在我就說這個 可以打贏太神 喂 你就算是 你出去扼神見鬼 爲你都 你也練好了一點 去 擊 刷 喂 大師兄 你也這樣啊 你就不在這 他真的是這樣啊 這樣啊 你幹嘛懶惰呢 這一個人 屢次出醜 坦白說 經常說 因為在台上的 我們懷疑中國功夫 他們就說 因為規矩限制了 中國功夫的發揮 其實我真的不太想得明白 你是高強的 你是高強的 你打出來 比如說 西洋拳也好 我認為你有黏手 有太極 有推手 你的權力會限制到你嗎 你用他完全拖單中國功夫 我們就有李小龍 但是李小龍是否只可以用功夫來形容他呢 他不只要他摸定功夫 這些又不是功夫 那些是黑神騙鬼 但是你事實上 不要說這些是黑神騙鬼 你真的打自由搏擊的 打自由搏擊的 打K-1的 有多少個是學中國武術呢 可能裏面會有些 那些是梁小龍也夠堅決的 所以很奇妙 那些人是否見不見 這個絕對是 但是我到現在 我都認為是 真的打架 真的打架 戰鬥 一膽二力三功夫 這個就沒得說錯了 OK 你大膽 贏了很多 你不要命 很簡單 你不要命 如果一個不要命 一敷 即是拼命 萬夫到惡敵 即是敲底 我們 不是我不要命 是我和那些不要命的人打 你真是你 是我牛底 大佬 義力 大得打 夠力 年輕力壯 那你真是沒得說的 好了 這一個 54歲的男子 我們先看照片 一會兒再看 54歲 你有沒有看過她的樣子 如果我家見到她 我叫阿叔 她54歲 還年輕過你 年輕過 練太極多年 她聲言 她這個太極實戰大師 她拍多一段影片 在抖音平台上宣傳自己 而且這條題 是以打敗太臣為標題 這些話眾取寵 她說 她精通各種中國股權法 你有沒有破壞王 怎樣股權啊 破壞王啊 失傳組 達國教啊 升仔那個 中國股權法啊 你會抱著那些人 那些人 好了 她跨海口 她說 如果跟太臣打 一定是她手下八 你有沒有看泰臣這陣子練拳的動作 泰臣好像和我童年齡大講一臉 泰臣好像和我童年齡大講一臉 他仍然是這麼快 他仍然是這麼快 好了 講題外話 好像 恩子丹有說過 我們有些老友 你知是拍戲 你知是哪幾個老友 他們說 恩子丹跟你說 和泰臣拍那個 好像 葉敏二 他好像 恩子丹自己有說過 跟他 他們 來演繹當時 ial 拍攝當時 他們都被打倒一下 黃嘛 你的手 跟你姨親丹啊 混在那 blood 吐你的導演 你老實說 體型的力量 你有時候不能說 你不能說 所以說 李小龍如果帶 像是打西洋拳 我不覺得是夠泰臣打的 但是你會受限制的 你的權很重 你是不是會擊倒他 但是你說如果有街打 我不覺得泰臣可以頂得住 因為他太快了 陳偉敏也說跟李小龍不能打 這是瘋狂的 他很重和很快 你最重要是快 他說泰臣為什麼 一定是我手下敗仗 因為泰臣根本打不到我 你一拳打出去 你沒有回收縮的動作 就像拿著一把刀逼住他 泰臣怎麼沒有收縮的動作 他說他的內家權 功力除了重以外是用巧勁 足以應付900磅的重拳 他說泰臣會感覺到跟我打架 好像在水中打拳那樣 發不了力 不要說900磅了 200磅都打不出來 發不了力 在水中 你認識 靈邦未報 所以 跟泰臣打 這是師傅說的 你最重要的是 控制住不讓他發力 而我的內家由巧勁 就令他發不了力 他怎麼會發不了力 神經病 令他好像在水中打 水中就真的發不了力 所以我們經常說水中打拳的東西 其實水中打拳的東西 你進了下去 法力也很難的 你要扶著扶著扶著 但我怕卡神在水中打拳也會死 好了 慢著 沒關係 谷師傅這個姓谷的 她早前就直接帶上攝製隊 去一個拳館 劇館 劇館? 是的 拳館就說 谷師傅 你好 你好 就選了兩個 五十幾歲的選手 大家差不多嘛 谷師傅說 哇 你是小人不似我嗎 就選了一個 在拳館裏面 旁邊的 36歲 不知名學拳的拳手 有哪裏 選哪裏 選哪裏 八兩金 不是 他選我 選我不能選那個功夫 很棒呀 賽前呢 他還安慰對手 不用怕 你哪裏卡 如果是你的單身的話 你隨時應輸也可以 但誰知道我應該播片 但不播了 中了幾拳 中了幾拳 已經落地了 那條狼狼狼狼 其實那個都沒什麼特別的,那三十幾條年輕人都是亂打的,再打,再起來再打,又再跌,靠在一圈喘氣,再打一拳, 然後裁判看到這樣的情形,不要打了,怕出事,這樣也不夠,然後呢,如果你們兩個是,你輸就輸,喊在一圈喊,幾十歲, 事後,當然有人諷刺,他就說,輸不輸,有什麼好說,不過他仍然堅持,就算比賽輸了,都不影響他對武術的信念, 他認為他的太極,一定可以打敗拳擊的,我真的不明白,這些人不知道是不是出來騙神騙鬼, 他騙到自己真的以為自己堅持,我們看到多少的片段,要是有些,就直接是,不專門惡搞的, 每個人出來都糟糕的,唯一一個,早幾年,我們在《碑里馬步》說的,一個年輕人,三十幾、四十歲的人, 那個人抽得大,就真的抽得大,那個人,他說要踢爆你們這些師傅, 踢爆你們這些朋友,那個人就被中國什麼權力禁他,那個人被政治打壓, 對,打壓他,那個人真的有了,除什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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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說,你們這些傻子,每個人都是假的,他說,你要力,要速度沒有速度,要力量沒有力量, 每個人都出來騙神騙鬼,不斷去踢館,全部都是幾十秒就被他搞定了, 他都說,我不是很厲害的,我只是有打壓沙包的人, 但是那個人就被人打壓,因為你這麼說,大佬,你坐在一起吃,大佬, 好了,我們看看這個谷師傅,我上頭先, 屌你了,你看看他的樣子, 屌你了,我怎麼知道,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我上去看他的樣子, 好了,屌你了,你輸了,哭,屌你了, 屌你了,好像出來慢慢去喝酒的人, 屌你了,摸個鼻子,還是什麼東西來的? 屌你了,屌你了,屌你了,不是啦, 太神就是那條蛇,不用手都打贏你了, 你老實說,你說如果你和太神打? 就是笑死人了, 命都沒有, 好了,回來, 另外呢,在英國, 英國這件事是奇案來的, 被告一個四十一歲的女人, 絕對的, 被指在和男朋友交往的九個月裡面, 全面操控她, 不斷地侮辱她,毆打她, 現在呢, 聚情,操控人物都聚情, 好了,這個女孩子叫Sara, 41歲, 她雖然現在41歲, 但是她還在做學護, 護士學生, 她已經有六個小孩了, 真的好生氣, 日前因強制和操控打人罪行, 被判囚二十個月, 不過緩刑兩年, 案情說她, 在九個月裡面多番脅迫, 欺凌和毆打40歲的男人, 阿Jones, 令到阿Jones差點想自殺, 其實這個男人我不會爭的, 首先我們看看怎樣認識, 兩個人在2021年7月在網上認識, 開始的時候關係正常, 但後來阿Jones搬她去, 住在Winsford的餘所一起住, 無所謂, 又和女兒一起住, 之後她就圓形不露了, 根據 據報道, 阿Jones要她的男朋友 將她所有的東西放在車庫裡面, 每月還要付700磅, 去做租金, 哇, 基本上是找兒子來, 只是來分租而已, 提款機, 但是又不給她鎖匙, 亦都控制她的所有財政, 以及切串她和家人和朋友的聯繫, 亦都是隨時監聽她的, 據報阿Jones 就只能夠在上班的時候, 跟她媽媽定下暗號, 當她說出暗號的時候, 就代表她女朋友不在場, 她媽媽才敢跟她說話, 即是說正常的事情, 如果她不說暗號, 即是女朋友在場, 就要找誰啊, 另外, 她又不准阿Jones 單獨留在屋裡面, 每次出街前, 上班前, 就要守身, 亦都規定她不能夠在 阿Sera回到家之前, 自己回到家, 要在街上徘徊, 直至阿Sera回到家, 又或者你不在街上徘徊, 就去道書館, 酒吧, 超市和咖啡店打工, 你不用找錢回來啊, 好了, 平時, 開口埋口罵她男朋友, 醜, 肥, 懶, 蠢, 光頭, 口又臭, 身又臭, 而且不讓她吃肉, 只是逼她吃沙律, 外出的時候, 就一定要戴帽, 甚至乎有口臭, 就逼她喝, 是喝的, 李斯德林, 喝半瓶, 或者吃牙膏, 神經病, 你怎麼會吃牙膏呢, 不用的, 你口臭嗎, 剛才有網友來, 把我全店的天鮮獸買了, 我都未說正式, 這麼快買完了, 不過來了三支, 昨天我是來一些板, 我明天才來貨, OK, 令到阿中心開始相信她有問題, 出親家又要逼她戴帽子, 因為她說, 我不想讓人見到我的兒子, 是瘋頭, 吵你老母, 那種, 我怕她很失禮你, 好了, 接著Sara, 一邊嫌她男人有個身臭, 但是又不讓她在家裡春糧, 甚至乎屎屎屎屎屎屎都不行, 屎屎屎屎屎屎都不行, 令她只能夠健身失毒解決, 如果不服從, 她就大發雷霆, 不讓她吃東西, 逼她睡在地上, 兼顧不准蓋屁, 兼顧要開槍, 兼顧要凍蓋她, 要離開她, 另外, 被告也經常咬咎她, 打疾她, 撕她, 又撕她, 曾經用玻璃竹苔打她臉, 扔到她的鼻子, 留下巴痕, 還有, 最嚴重的, 這個Sara經常批評一下 宗水床上的表現, 曾經恐嚇她, 你可否這個月, 今個月之內你不屌戴我的套, 我找你一個馬丁老啊, 那我一定不會屌戴你的套, 等你立即找你一個馬丁老, 到2022年3月, 即是她們結息之後大約半年, Jones就忍無可忍, 打電話去男性家暴熱線求助, 接著就報警, 案件日前審結, Sara是罪名成立的, 判換刑兩年, 還有未來五年都不能接觸 Jones和家人, 這些就糟糕了, 五年後我當了暗手法, 他再找她又怎樣, 其實這些人, 這些女人, 這些女人, 分分鐘和你前相後, 他一輩子和你前逗, 所以如果你說扣一條女, 發覺有少許的職障, 你一定要撇, 而且你要令她不肯教你, 那怎樣令這個女朋友, 你就想辦法了, 我們看看Sara, 四十五歲, 三個六個兒子的Sara, 什麼樣子, 第三、四, OK的, 不是說很漂亮, 但是鬼婆, 四十一歲來講, 做學戶, 突然變態, 你也不知道, 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三下張, 還可以的, 對波見的牛呢? 我想到你和鬼婆, 不過看其他相片, 他沒有拍過下裝, 其實他也不是很肥, 也是有些粗的, 四十一歲, 生過六個兒子, 對波也有機會, 看他的身形, 我先說回來, 另外, 橫濱神奈村縣, 一間小學六年級的女生, 竟然在校內接受健康檢查後, 上學期抱怨一定抱怨, 為什麼呢? 因為同學們是被要求 小六, 在藍醫生面前, 赤裸上身接受檢查, 有學生 向老師抗議, 哭著這樣, 但是老師說, 喂, 這個是規定, 好了, 但是你說是規定的, 就引發到家長當然很不滿, 那麼橫濱市教育委員會就說, 赤裸上身做檢查, 是為了確保體檢的準確性, 而且事前已經通知學生和家長, 這些橫濱市教育委員會, 這些是日本高級國家, 這個真的很有問題, 你說赤裸上身是要確保體檢的準確性, OK, 明白的, 就盡得上身, 但是第一個回應就是, 事前已經通知家長, 我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我, 這樣就沒有負責任嗎? 老實說, 很簡單, 現在特別是左翼, 小一小二都要保障她的 privacy, 所謂的, 中學方小六的女生, 大部分其實就進入了青春期, 反而呢, 我告訴你, 反而那個尷尬傷害, 她真的成年人都沒有, 十八九歲, 反而未必有尷尬傷害, 我剛剛就進入青春期, 為什麼你不可以有女醫生呢? 又或者, 起碼有個女護士在旁邊, 我不知道, 根據周刊女性Prime的報道, 多名家長在社交平台X道發文表示, 她這間學校, 即是環濱這間小學, 她的女兒在接受檢查的時候, 要求赤裸上身, 折落赤裸上身, 她的小孩子回來的時候, 跟我說, 她班上的女生都很激氣, 因為檢查的時候, 所有人都脫了上半身, 而且, 是檢查的一名男醫生, 雖然有間隔, 有間隔後來, 我馬上說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一群女生, 都脫了上衣, OK, 男醫生在裡面, 有間隔的, 即是其他同學, 就看不到, 那個醫生和那個女同學, 即是檢查的情況, 但是, 所謂的尷尬就是, 他們一群女同學在排隊的時候, 赤裸上身, 其實女生不像男生, 就算被女生看到, 他們都會覺得尷尬的嘛, OK, 好了, 那當然啦, 我覺得很簡單而已, 如果我不在場, 因為老婆不在場, 我有一個女兒, 六年級的, 石裸上半身, 被一個男醫生檢查, 我就不可以了, 你不要說你通知了我, 其實這些是很容易去處理的事情來的, 我覺得, 蘭環斌, 市教育委員會就說, 調查後, 還很可憐, 未發現有學生抗議或是哭一, 強調裸體, 是上身為了確保結果的準確性, 而且也安排了女護士陪同, 直至保護學生的私隱, 不過未來, 我們都會在正確檢查和保護學生私隱之間尋求平衡, 亦都希望學校改善措施, 亦都希望學校透過渠道, 讓學生家長充分了解相關的情況, 但日本人就是這樣, 和中華人就是這樣, 不應巢, 我們有時候要檢查, 要檢查她的高院, 要檢查她的隋夫, 你找個千月嬰兒來檢查, 我都會調查她的, 糟糕, 搞得到我扯一扯, 哇, 千月嬰兒你也扯? 不知道, 哪個是千月嬰兒? 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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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大花出來檢查, 我都知道了, 她的美女就有所謂, 不是, 我小時候四年級, 我不是說過, 四年級, 我跌了她的手, 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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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二天, 護士姊姊跟我洗澡, 然後, 我就夠硬了, 但是護士又沒有人, 哇, 你這麼小, 你這麼頑皮, 那時候, 我很小, 又不會反應, 如果現在, 有什麼辦法啊, 姐姐, 你弄我這條章, 我當然是硬了, 如果現在, 我就是這樣, 那時候, 你自己也害羞, 但是, 你是一個少女, 我相信, 十幾十歲的, 那些, 你這麼小, 你怎麼這麼頑皮, 那些護士姊姊十幾十歲, 那我也是十幾十歲, 八歲, 很棒啊, 很棒啊, 年輕人, 粉紅色衣服, 藍色衣服, 你跟我洗澡, 找我翻柬, 那我是不是他夠硬啊, 你十歲, 你這麼小, 你這麼頑皮, 如果我現在, 不過我現在也未必敢敢這麼說, 喂, 喂, 姐姐, 小心點啊, 你弄我, 你要負責任, 我們一定會說這些, 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引子, 《環球小姐選美》 今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開放了, 一樣是由18歲開始, 不過是無上限, 即是18歲以上, 以往的選美, 一定有年齡限制的, 那麼, 有一個60歲的女律師, 諾迪古斯, 就贏了一個最佳廉孔獎, 當然她贏不了冠軍, 但是贏不了冠軍, 其實也是OK的, 因為也是受惠於這個, 真的有新例的, 因為29歲, 過往阿根陵小姐, 就選了28歲而已, 所以她也是受惠於這個條例, 這次選舉, 亦有40歲和37歲的女性參賽, 我覺得, 這些我不會特別批評, 因為, 畢竟不是讓變性人參加女性比賽, 那你說, 你可不可以選美, 很漂亮, 年紀大呢, 我們下一次看美魔女的時候, 就看到了, 當然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你問我, 你再美的魔女, 真的很難和青春比較的, 即是分年齡就好一點, 如果不是很難練的, 他們30歲以下, 然後就30至45, 45至50, 那天開始降低了, 50至60, 60以上會好一點, 不, 60都可以只有70, 然後是72歲, 為什麽呢, 如果你保養得好, 其實現在, 五六十路都可以Eatable的, 我不是說你想Eat, 甚至乎五六十路都想Eat, 都不奇怪的, 好像昨天這樣, 你們大部分都說, 上宴你們不Eat, 我仍然堅持我的信念, 我仍然堅持我的信念, 我都不想, 因為大家是朋友, 但是, 它是Eatable的, 而你們是未見過真人, 和你偽善的, 偽善, 偽善, OK, 我相信, 如果你們見過真人, 因為大家是朋友, 你一定, 你怎麽能說你不Eatable呢, 是不是, 我不是說你要Eat不Eat, 我們先看看這個環球小姐, 這個60歲的, 所謂最佳面孔獎,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獎, 你看出這個女人, 60歲, 是美人來的, 看得出的, 60歲來就超班, 6歲來就超班, 但是, 你說在城澤, 阿根廷小姐裡面, 現在這個時候, 她是否最佳面孔, 我真的不知道, 但60歲, 也是美女來的, 高臂心目, 好, 再去, 這次的冠軍是29歲的, 反而這個, 旁邊那個正啊, 沒有特別, 旁邊那個是上屆的, 還要是Miss Universal, 是環球小姐來的, 旁邊那個是情緒, 其實冠軍這個, 我們這張照片看得不太清楚, 可能都正的, 但這張照片就不太好, 民心目的, 我覺得有點像華舒福, 但是, 那些照片給我就正了, 我們有時候回來, 我們馬上看一下, 那些美女先, 喂, 不幫我, 他們, 我們還沒有想到, 謝謝我, 你不要想到魔法, 那些人是化了, 還要的天啊, 那些人是洗起來, 就是那些, 我便不玩的天啊,